嘿大家好,我是警长 今天来讲部国产的奇幻公片《水怪》 电影的剧情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水猴子吃人的故事 水猴子又称水尸鬼,落尸鬼 他们轻面獠牙,尖嘴猴才,力大无穷 行动训诫,以人类的头颅为实 影片开头是男主水生的一个童年阴影 十年前,水生和父亲打鱼的时候 遭到了水猴子的袭击 一番鸡飞狗跳,无聊好风的挣扎后 水生的爸爸被水猴子拖入水中,吃掉了脑子 长大后的水生懦弱胆小,是村子里的无业游民 他与屠夫的女儿香兰两情相悦 但屠夫项目中无所事的水生,所以不同意两人来往 村口突然传来噩耗,称有位村民死在了河里 德高望重的三叔公抬眼一瞅 只见尸体的头颅不知所踪 三叔公战战兢兢的说是水猴子干的 十年前,他们献祭一个黄花大鬼女 才报村子十年太平 三叔公提议再次献祭目求平安 三叔公的提议,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脾气暴躁的屠夫打断三叔公 称水猴子,就是一个吃人的怪物 献祭这种事,无异于草菅忍命 对屠夫这么一闹,献祭的事只能磕浅 微观的村民们,全都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 屠夫的儿子陆生在河边打野鸡 刚刚瞄准好野鸡,就被什么东西拽进了河里 疑惑的陆生朝河里摸去 结果拽到了水猴子的尾巴 陆生的结局可仰而知,之间到了晚上 全村的人都在找失踪的陆生 最后在一个水泡子里,找到了陆生的无头尸体 屠夫抱着儿子哭得撕心裂肺 岸上的吃瓜群众人人自为 第二天,村里请法师祭祀水猴子 屠夫冲出来打乱祭祀用具 三叔公跪在地上,祈求水鬼爷爷的饶恕 乡兰看着混乱的人群,只能无助的呼气 三叔公在祠堂找到村长,报告屠夫的罪行 村外突然传来爆炸的声响 原来是屠夫用雷管挑衅水猴子 水猴子就在水里静静的看他装敌 最终屠夫被村民绑在了祠堂 夜深人静的时候 水猴子摸上来吃了屠夫的光头 第二天送饭的香兰,发现了老爹的无头尸体 操办完屠夫的丧事后 三叔公找到村长,说献祭的事刻不容缓 而死了全家的香兰,成了被献祭的最佳人选 村里的小伙们都为香兰求情 水献更是跟村长发生了争执 他说水猴子就是吃人的怪物 不会因为献祭就被安抚 但他人为言请,卵用没有 圣怒的三叔公命人带走了水献 父亲和无故的村民 再想想即将被献祭的爱人 他告诉自己不能再懦弱了 水猴子不是什么鬼怪神明 他只是一个吃人的怪物 水献打开准备很久的工具储备 拿出早就做好的锋利兵器 然后带着傻豆去找表哥帮忙 水献的表哥自语猪妖师 水献找他,主要是借用表哥的水上飞虎八天龙 名字倒是挺唬人的 实际就是一个三体的破班船 另一边,香兰化着惊热婚妆 被村民们祭祀给了水猴子 水献站在八天龙上告诉愚昧的村民 献祭是不能安抚怪物的 只有勇敢地杀死他 才能让村落一直平安下去 水献鼓励村民跟他一起干 村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全都犹豫不决 只有两个喜欢香兰的小伙加入其中 他们用钓鱼的方式在水里设下诱饵 之后静等水猴子上钩 水猴子如其而知 诱饵被水猴子吃了 却不见水猴子的踪影 一个绰号叫浪里白条的小哥 跳入水中一探酒精 结果成了浪里翻条 被水猴子直接弄死 突然水猴子冲天而起 把船上的一个导媒弹带入水中 水生见状 飞起就是一鱼叉子 被惹怒的水猴子跳到船上 跟他们挤斩 水猴子上船下跳 勇动训捷不说 还力大无穷 一旦被他击中 飞死即伤 众人被水猴子逼得险将欢声 最后众人又欲网 把水猴子网购 本以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 结果还是被水猴子逃了 损兵折将的他们 只能回去冲上记忆 他们聚集在水猴子家里 山野接来的战斗 水猴子说水猴子认人 揣测水猴子今夜回来寻仇 咱们不妨设下陷阱 来个雲中作别 果然如水猴子深夜造访寻仇 结果中了水猴子事先布置好的陷阱 那真是大坑掏小坑 坑中还有眼 眼中还有丁 一环套着一环 最终水猴子被他们生气火灼 村民们见水猴子被抓 全都欢呼不已 直言水猴子等人是全村的英雄 众人提议放火烧死水猴子 可三叔公却不同意 三叔公将水猴子示弱神明 说要烧就连他一起烧 厨子水猴子的事就这么搁浅下来 村里为水猴子他们举办青龙宴 许多人喝得零定大醉 结果万万没想到 水猴子竟然逃出牢笼 三叔公被水猴子硬生生的死成了两半 水猴子对最大的村民展开屠杀 第二天清晨 青龙宴上尸体遍地 屋头尸体 肠子 肚子留了一地 现场宛如一片人间炼狱 醒悟的村长呼吁所有村民 要与这吃人的水怪抗争到底 水猴也削发明智 是要与水猴子抗争到底 水猴潜入水底 吸引水猴子注意 之后将水猴子引到水面 准备好的村民开始围攻水猴子 水猴子跟克雷奥似的战力大增 绞杀水猴子的村民毫无还手之力 未击关头 水猴凭借主角光环再次站了起来 他拼尽全力刺下水猴子的双眼 然后跟他一同跌入水中 最后提着水猴子的脑袋浮出水面 遗传的人也只剩下水猴和湘蓝 两人成了村子里的英雄 过上了没行没造的幸福生活 电影就此结束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让我们看